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现在是上午的9点半钟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石井山区 北京这个温度是再创新高 非常非常的热,今天38度,比昨天还要热 这刚9点,就已经站在这马路上面 浑身上下就像被火烤一样的感觉 太热了,平时这条街上车人挺多的 你看这会儿,这个点儿,街上就没什么人了 为什么说平时这个街上人挺多呢 因为从这儿往前走,五环里不远处有一个菜市场 很多大爷大妈们90点钟都去那边买菜 每天都在这儿路过的时候都能看见他们拉着小车回来 看今天刚9点半,就大街上就连这些买菜的大爷大妈们都看不见了 还有这条街上人来人往的人也挺多的 今天你看看,除了车就是车 连骑自行车的人都少了 前边就是五环桥啊,五环上今天还不堵车 哎呀,我今天这两天本来 我一直是给大家拍二环礼啊 胡同啊,拍故宫啊,拍前门那边的 但是这天一热呀,就不想出去了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这个是容景城啊 然后我前两天上次高温的时候啊,就上周出去了 回来之后就头晕脑胀的都中暑了 那感觉太难受了 所以说最近想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 呃,太热 不过这周高温到周五说是就结束了 也就是就热这几天,后天就稍微凉快一点了 你看这大街上平时这边人挺多的 你看看,现在哪还有几个人呀 热的都不出来都在家待着呢 谁还出屋 刚九点半钟,我刚才下楼之前 我就已经开开空调了 不开空调实在是受不了啊 看这大街上啊 像这地面上,我感觉像往上冒热气一样 就感觉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 这个,这脚踩在这个路面上啊 隔着鞋底,这脚底都是热乎乎的呀 感觉,哎呀,像躺着热炕上的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难受了 什么时候能凉快凉快呀 你看,那个车站那儿 这个就两三个人 平时那个车站那儿 我每天在那儿看都知道人挺多的 有的时候 实在是热的受不了啊 然后现在小区里边 里玩的人都少了 然后前边啊 前边熔景城那边下边也是一个小菜站 每回九十点钟的时候 是人最多的时候 这条街上 买菜的都去那边买菜 然后现在你看看 这就是出门买菜的人都少了 这大街上你看看 每回骑行的人特别多 你看今天就一两个骑行的 我今天在我家窗台上正好能看得着这儿 我家那个阳台那儿正好能看得见这儿 每天都能看见到骑行的大队人马 从这儿往首缸大桥那边骑嘛 而今天也没有人 哎呀这两天都没看到过骑行的 感觉我现在是朝西走呢 然后我后边就是 呃就就就就南边就有太阳 然后照到这个后背上啊 太热了难受 你看看吧 这地面上真的像冒火一样啊 这北京这个温度真的是 呃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啊 你看这个街上也没什么人 融解城 这也是一个算是老小区了 这个别看他老 这小区里边的房子 二手房说是呃去年标价的时候 还六万多一平呢 今年五呃也有五万的 也有六万出头了 因为他这儿地理位置好 从这儿往那边走 没多远就是五框桥 然后顺着这个路往前走呢 然后呃 几百米就是连石路 呃就可以上连石路高架 一个上了高架 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就到二环了 那景阳东街 这下边也有这个 这个容景城分好好几个区 这西区东区 然后那边是雅 那边还是雅门口的回迁房 这五 别看他是五桓外 他也 这房价也不便宜 我这我这下楼去趟超市 如果不去超市的话 我还真不出来了 实在是热的难受 接下来想来北京旅游的啊 夏天来北京旅游 千万别去爬长城啊 那真的是能晒到怀疑人生啊 除非烟雨天去还可以 要是大晴天 您去爬长城的话 绝对后悔太热了 那行了 这个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吧 我这两天也有点不务正业 该拍胡同也没给大家去拍胡同 等明后天这温度降下来啊 咱们就继续逛胡同 我请问 things to do 我 这是不语的 我可以安心的 我可以安心的 我可以安心的